为了满足孙胖子的好奇心 我也只能在老家多待一天 当天爷爷三叔他们忙了一整天 为明天水坝观察做好了准备 当天夜里无话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 等我和孙胖子到达河边的时候 水坝已经开始观察了 随着河流逐渐变战 半个小时之后 河水终于放干 原本终日隐藏在水下的河床 终于是见到了阳光 河床两边的岸上 早就被姓沈的同族围住 等到水流一干 露珠河底满是青苔的礁石 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随水流走的鱼虾 在挤出潜水沟里一蹦一蹦 百十来个人跳下河床 沿着河道开始 一路向下搜索 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 就有了成果 不远处 我的一个远房表哥已经喊叉了音了 他手里拖着一个金灿灿的圆宝 周围的人看着他 一下子都躁动了起来 由他做样板 其他人都弯着腰在河床上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我这也有一个 我这也有 爸 前面好几个 哎呀妈的 可惜是银子 圆宝是越来越多 这些人的神经已经兴奋到了极点 我站在河岸上 看着眼前的这个场景 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过让我更不对劲的是孙胖子的反常行为 跟前天晚上一样 他看见满地的圆宝竟然全无兴趣 这可不像是我认识的孙大盛 我就开始引导他 大盛 你 我下去看看 嗯 这里 要是只有咱们两个说什么 我也得下去捡点去 现在上百号人呢 老大 不是我说 你爷爷可是个精明的人 提前都已经说好了 元宝捡上来之后 重新分配 最后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那我还 我下去干嘛呀 今天就算了 前天晚上那么好的机会 满地的元宝也没牵你动手 你甭提了 都是欧阳骗子我那老东西害 没事就吓唬我了 孙胖子说着掏出香烟 分给了我一根 他自己也点上一根 嗯 在民调局的时候 欧阳骗子就给我讲过各种 这个鬼怪迷人的方法 其中啊 就有一条这个 也是恶鬼 半夜给人送金子银子的 不过 天亮之后 那些金元宝 银元宝 就全部变成了 烧给死人用的纸元宝 哎呦 我当时啊 我就想起欧阳骗左那鬼故事 我就怕那些元宝 天亮之后全都变成纸了 哎呦 可惜了 我就算分一半也有不少呢 哎呦 我俩正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笑的时候 河床那边出了状况 那些人一路检视元宝 开始还只是零星的捡到几个 随着向下游走得越远 捡到的元宝就越多 直到一个大水坑的附近 那些元宝出现的几率也达到了顶峰 原本走几十步才能看见一个元宝 现在在这水坑的周围密密麻麻有上千 而且基本上都是金的 少有几个银元宝混杂在机制 现场上百号人的眼睛都直了 今天算是来对了 把这些元宝分了 下辈子就算躺着花 这钱都花不完 元宝虽然多 他也架不住狼独 十几分钟的时间 这些元宝就被刮分的干干净净 再往下走 那些元宝就像绝迹了一样 无影无踪 再也找不出一个办法 众人还不死心 在河床上又来回走了几趟 还是一无所获 最后众人又回到了 发现金元宝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那个大水坑的周围 来碰碰运气 这个水坑的直径 大约有十米左右 坑里边的积水 黑乎乎的 深不见底 人群中忽然有人说 这个大坑里 会不会还有金货 有这个想法的 可不止他一个 自打刚才在这 捡到那么多的金元宝 甚至有人想过 这些元宝 是不是从这个 大水坑里冒出来的 我爹和我爷爷 商量了一下 喊我拿出来一根 撑船用的竹蒲 我和孙胖子 将竹蒲子 拿到他们的眼前 我爹亲手接过了竹蒲 将一头伸到 眼前这个大水坑 然后一点一点的 往水坑里送 最后直到 七八米长的竹蒲 还剩下不到半米 也没有探到 水坑的身体 我爹还想要 试试水坑的底 又将手中的竹蒲 向水底捅了 忽然 我爹这身子一侧歪 就要往水坑里掉 还好我眼疾瘦快 在我爹的身子 失去重心的瞬间 给他拉了回来 老大 你怎么搞的 没事吧 爹 下面有东西 他和我抢猪膏 差点把我拉进水里 我爹的冷汗 已经冒出来了 爷爷听了一周眉 你胡说八道什么 不是你没站稳吗 我爹将他两只 血淋淋的手掌 翻了过来 要不是水底下 有东西和我抢 我的手能被竹蒲 划成这样 对了 那根竹蒲子呢 周围的人 这才注意到 按道理 那根竹蒲应该飘在水坑里 露个头什么 可现在 水坑里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就在众人上百双眼睛 盯着水坑的时候 突然咕噜一声响 水坑的底部 翻上了一朵大水花 有百十来个金元宝 裹在翻滚的水花当中 紧接着第二朵 第三朵水花都翻了头 每一朵水花当中 都卷过着相当数量的金元宝 这水里边有金子 众人的眼睛又重新亮了起来 这个时候 水坑里水花出现的频率 是越来越轻 随着一连串咕噜咕噜的声音 水坑里的水 突然以极快的速度 向下流去 就像水里面有一个 强力的抽水机 将这些水瞬间抽走 眼看着水没有了 众人走到前面 都伸头往坑里看去 第一个伸头的 是老道萧和尚 他刚一伸头 不好 快推 萧和尚边喊 边把身后的人向后推去 他身后的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他给吓了一跳 接着就见这坑里 猛的冒出了一股黑烟 因为有萧和尚的警告 大家都有了方法 也没出什么差错 萧和尚又连喊了几声 都往后推 快 快推 众人纷纷向后退去 一会儿的攻击 坑里又冒出来三四股黑烟 又等了二十多分钟 再也没有黑烟冒出来 这下面是什么东西 哎呀 你就别去添乱了 爷爷往前走 要去坑口那看看 被我爹和三叔一把拦住 好说歹说 他们才把爷爷劝住 坑口那边 老道萧和尚坐在了地上 脸色耍白 道袍的前肩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低着头呼呼地喘着粗气 周围的人纷纷后退 不敢靠前 又舍不得走 来来来来 都让让他来 我和孙胖子左推右挤地走到了坑口 站在上边往下看 这坑黑洞洞地看不见底 我们已经听不到坑中还有流水的声音 可能里面的水是某处地下水的分支 随着被放干的河水一起流走 孙胖子看看坑底又看看我 阿兰 你能看出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挺正常的 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你们俩过来扶我一下 我站不起来了 孙胖子可能天生就跟萧和尚相克 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顿时还有点幸灾乐祸 老大 你 你这就推软了 我还说你是怎么能矜持在第一线的 你原来是走不了了 来来来 我扶你吧 萧和尚瞪了孙胖子 有无可奈何 要孙胖子去扶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最后 还是我过去 把萧和尚扶了起来 老萧 刚才你看见什么了 前天晚上唱鬼戏你都没这样 不会就是几股黑烟吧 别提了 下面是冤孽 再问的时候 他就一个劲的摇头 连一个字都不肯说 这个时候 爷爷带着一帮人迎了过来 爷爷亲手扶住了萧和尚 放萧 你没事吧 还死不了 萧和尚冲着爷爷苦笑了一下 先别扯了 赶快通知水坝上 让他们赶快开闸放水 我们办了件错事 这大清河干不得 爷爷还想问几句 萧和尚这个时候已经及时白脸了 哎呀 什么话以后再说 老神头 要是晚了 别说你们村了 就连乡里县里都要遭殃 要是真出了事 死不了一半人 我就跟你姓神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从萧和尚的表情上就能看出 这事非同小可 爷爷让我爹打电话联系水坝 让他们开闸放水 等我们所有人都回到了岸上 开始等着水坝放水的时候 我爹的电话也打完了 不过传来的 不是什么好消息 还没等开闸 水坝的配电室烧了 现在正在想修 有一些配件要去县里那 这一来一回 加上维修的时间 怎么定 也得一天的时间 萧和尚听了就蔫了 瞪着河床上大坑的位置 直发呆 我跟孙胖子也在观察那个大坑 除了那几段黑烟之外 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开始我们还以为冒出来的是湿气 但马上又否定 湿气我跟孙胖子见的多了 跟刚才的黑烟完全不是一码事 再问萧和尚 他就是一个劲的摇头 问得极了 他就冒出一句 冤孽 下面的是冤孽 老沈大叔啊 您这儿完事了 我听说 您让水坝上放水了 村长一听说水坝要放水 就急忙干过来 没想到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把河床上的元宝剪干净 他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岔子 别提了 出事了 爷爷指着远处河床上的一个大坑 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还能有这事儿 萧大叔说里面是冤孽 看周围人的表情不像是在撒谎 村长也挠头了 这还真出事了 没什么办法解决这事吗 爷爷指着只还在瞪着大坑的萧河 老萧说了 只能等大坑上把水再放下来 等水灌进大坑里面可能就没事了 村长听了爷爷的话之后也不言语了 他知道大坑上机器出故障的事 过了一阵 村长想出来一个主意 反正大坑上的机器得一阵才能修好 这样吧 大家都回去 把河里捡上来的东西归拢一下 那个地方我派几个民兵守着 不让人靠近 等大坑开闸放了水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这也算是个办法 爷爷劝了一阵子萧河上 半推半劝的把萧老道带回了我爷爷家 回去的路上 孙胖子跟我商量了一下 我老家这儿的事 已经开始有些不受控制的趋势 应该向民调局报告了